世界上豪华汽车的品牌 罗尔斯·罗伊斯最近推出了最新的一款轿车 它的名字叫Boat Tail 传委这个车应该说是价值2800万美元 它是首款以海洋为主体的豪华汽车 它的后甲板可以变成野餐做烧烤的地方 然后还可以置机这扬伞来喝冰镇的香槟酒 这款车的研发按照他的CEO托斯顿的说法 他讲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豪华轿车 能够满足某些社会精英的愿望 所以最初他们创建一个委员会 然后把这个模型把它先研发出来 考虑出来 然后再用它来反映一种愿景 当然还要给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要注入一些有趣的东西到这个豪华汽车当中去 所以Boat Tail因此而应运而生 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研发这款手工制作 非凡匠心的历史上最好的豪华轿车 确认罗尔斯·罗伊斯的品牌一场 他们将会客户来共同的定义这款豪华汽车 给这款汽车打上稀有物品的印记 让这样的汽车满足他的客户群 对于这种标志性意义的追求 很多人喜欢罗尔斯·罗伊斯的车体 它的制作 它的工艺 所以超越常规的束缚 使这个项目变得更加的深刻 而这款车是能够非常好的 把这些思想领域在其中 把客户的野心 以及其他的一些需求 良好的呈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这就是Bolttail 以海洋为主题的豪华轿车 在这款车的设计总监的口中来讲的话 这款车反映了一个客户 与罗尔斯·罗伊斯共同的愿景 当然也把客户的一些想法 融入到这款车当中 所以有人猜测 这款车的买主 2800万美金的购车人 是一位知名的歌星 但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已经否认了 这位车主可能是美国的一位 说唱歌手的报道 他认为这是没有根据和大错特错 这款车的尾部确实非常的棒 你看这个餐具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 而且它在它的挡泥板上 还有清晰的印记 主向后倾斜 整体整个车都向后来倾斜 这种感觉就是像是有一种动力 会在苏醒起来的时候 一发而出的感觉 所以罗尔斯·罗伊斯 这种极现代感的这种讨议 这种影像学观念 影响了这台车 这台车将会给客户带来的 绝对是遵享 我们也非常期待了解 这么一个艺术和工艺的结晶品 将会归属于谁 2800万美元 价值1.5亿 这么一个豪华轿车 归属于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